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香煎米鱼 这是海里的米鱼,今天这米鱼特别大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这个鱼腌制一下才可以煎 我们用个大盆腌一下 下了一小碗料酒 来一小勺盐 加入点鸡精 我们来一小勺生抽 再切点生姜 我们再加点胡椒粉 我们加点葱段 用手把它抹均匀 这米鱼大要腌制十分钟 让它味道进去了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加点油 煎鱼的时候要油温烧到六成热 这样不会粘锅 腌制好的鱼呢 我们要用筹黄纸给它控干水分才下锅煎 接下来我们给它板个面煎一下 香煎米鱼 我们这个香煎的鱼都要用慢火煎 煎这个你不知道熟了没熟的时候 你煎到熟不熟的时候呢 不知道熟不熟的时候呢 你用筷子露根刺能分离了 说明这个鱼已经煎熟了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关火装盘 出锅前我们再撒点胡椒粉 我们加点葱花 现在可以关火出锅 好了 今天一道香煎米鱼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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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